西間女排大獎賽 在分站總成績只有第八的中國 星期三會以東道主的身份參加總決賽 迎戰頭五名球隊 最後令陳忠和說 球隊的狀態不穩定 他對名次不會有太大期望 中國女排今屆只是以東道主的身份參加總決賽 因為他們打完波蘭 香港和澳門三個站之後 打九場輸了五場 兩季一啞的成績 本應是93年以來第一次入不到總決賽 總教練陳忠和總結說 女排表現起伏比較大 另一方面 發覺球隊多次在領先之下 最後都輸了 關鍵還是機會的把握 特別是反擊的這種強攻的能力 顯然我們確實差距比較大 國家隊已經回到寧波備戰 四個雙兵王一梅、馮坤、趙玥瑞和張拿 很大機會繼續缺陣 陳忠和說 剩下的一班老隊員狀態麻麻 反而年輕隊員還有驚喜 其實對他們這次的名次 從中心也好 包括我們自身也好 沒有給他們太多的要求 關鍵就是還是立足感激衝對手 總決賽星期三竭幕 中國首場會對荷蘭 有香港時間星期四的凌晨 就會進行多場國際足球友誼賽 其中德國會作客英格蘭 德國受到雙面問題困擾 波力克 高勞斯和舒偉恩·史迪加等十個主力 都不能夠上陣 教練諾夫就委任33歲的孫尼達擔當隊長 希望以他的經驗帶起一班年輕球員 而前鋒方面會靠首次合作的 古蘭爾帕著傑斯寧爭取入球 繼續看下艾吉亭春季足球聯賽 納維爾舊生主場以2比1贏在拉普拉塔 而獨立同樣